新一輯 其實因為他每年都應該是不同的 我印象中是 那我覺得今次有趣的 因為譬如他 我挺喜歡叮噹那段 多啦 F 夢 那個是非常好 很創作的 用那些發明去串連一些 諷刺的一些事件 我覺得很有趣的那段 還有我自己很喜歡 我一向都很喜歡講音樂那段 這次其實用了 Sound of Music 格式去串連 將 Beyond 和現代的一些歌曲去串連 我也挺驚訝的 因為很快 因為剛剛齊隱那件事很接近 其實你們團隊很用心 把這件事件 放到製作上 那段其實是一個 比較抽象一點的演繹 對於整個 他講的中國夢那件事 那裡其實我看到很多 影像是一些 以前建國年代 或者是一些 早期中國發展的 一些歷史的 image 我會覺得那段其實和之前 很搞笑 他將一些事件去諷刺 那個手法很不同 那段我看到那個手法是 比較嚴肅 跟之前的幾個節奏很強 沒有我繼續努力 等待第13集的來臨 今集的表達方法好像嚴肅了 其實雖然中間都有他們搞笑 就是一如以往搞笑 引起共鳴的片段 但是這一集是思考的位是多了 因為平時可能是爆笑完一輪 之後回去自己黯然 但是現在是 會當場有認真思考這一種 由一開場那一幕 已經是一連串的資訊 特別是臨完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想過 咦 完了 但是是 看著曼陀羅的思考 一路跟著他轉的時候 其實個人都轉了進去那種 那些歌曲都是很倒題的 還有今次加了 《鮮娛飄處處文》 我覺得 是 很大的對比 跟我們現實世界 其實一直以來都有看 《進念》的劇 從以前到現在 其實我自己的感受很不同 因為以前 對我來說 《進念》的劇 是沒有人說話的 那 只是走來走去而已 《進念》 是OK的 但是 也有很多 新的元素加進去 很多Digital的東西 我也很喜歡 有很多 沒有人說 整個都不叫 不要 和 kleine 要是 讓他們 別我 真的 別我 會 還有 有些